那我们要叫的是这个 重力位能 在重力的作用之下 在高度不同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能量 所以打装机的锤子拉高 有个高度 所以它就有一个重力位能 重力位能跟质量有关 跟高度有关 所以呢 公式选择u等于mgh 如果要非常仔细的说 这个h 应该是delta h 高度差 两个之间的垂直高度差 但是我们通常没有这么仔细 我们就写u等于mgh 但是如果你要仔细的写 看我上面的字叫做垂直高度差 它应该写作是delta h 这个跟我们单位要交的一个零点的东西有关 所以u叫做位能 单位一样叫做交耳 m叫做质量 单位就是公斤 g就是重力加速度 平常是写9.8 考卷上如果说是10还是10 h是垂直高度差 单位是公尺 就是我们的位能的计算公式 u等于mgh 重力位能 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 乘以高度差 乘以高度差 所以u等于我们平常写作u等于mgh 要正确的表达 应该写成u等于mg delta h 高度差才对 ok 就是重力位能的公式 请你要会背 刚才有背一个动能公式 k等于二分之一mv平方 他现在背一个重力位能公式u等于mgh 请你把它背好 未能没有绝对的0 这件事情高中会讲的比较仔细一点 国中就随便带过去没有特别探访 未能没有绝对的0 那我们随便你讲哪一边是0 哪一边是未能是0的地方 但我们有我们的习惯 我们有我们的习惯 比如说我们重力位能通常取最低点当做0 我们在三楼做实验 三楼地板最低 三楼地板是0 三楼地板是0 我在单摆做单摆实验 单摆摆到这一点 那里最低 那里未能是0 那里未能是0 然后再算高度差 所以因为我们的习惯上 取地面当做0 离地面3公尺 表台数就是3 所以我就写mgh 就直接这样带就好了 没有再特别仔细的计较 那我们会取 重力位能取最低点会0 那么弹力位能的话 通常会取平衡点是0 弹力位能呢 通常会取平衡点是0 好 弹力弹力位能 通常会取平衡点的地方 就是那个原来的长度的地方是0 不过因为我们国中没有计算就算了 让你能够了解 让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卫能的0 OK 好就是 背一下重力位能公式 U等于mgh OK 然后了解卫能没有绝对0 就可以了 OK 好那我们来做一个最简单 最基本的练习 另一提二 中午之日升降10公斤的餐盒 从一楼搬到三楼 这个一楼跟三楼的问题 就不要 就是我们就简单的话就好了 没有去很复杂挑这个楼有高度啊 1跟3什么意思啊 怎样怎样 没有那么复杂 好 然后呢 三楼离地板呢 有6公尺 直接告诉你6公尺 请问你增加速能位能多少 那就是简单基本题嘛 就直接带U等于mgh嘛 U就是位能嘛 m就是质量嘛 质量多少 10公斤嘛 G多少 不告诉我就是9.8嘛 高度多少 6公尺 往里面带 答案就是580% 就是基本题 下一个的练习也是基本题啊 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转换的基本题 有质量5公斤 抬高2公尺 请问你重力位能增加多少 他我们不要想 他为什么要说增加 ΔH ΔH 改变嘛 多出来 所以我 那不是他真正的位能 因为呢 没有绝对0一点啊 便是0 你也敢不知道啊 增加 所以仔细的说他是增加的位能 不是那里位能是多少 是他增加的位能是多少 可是我们 通常在国中啊 没有这么仔细的去分析说 他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呼隆呼隆 就把他 带过去 好 那请问你 他增加的位能有多大 就是最简单最基本的计算嘛 30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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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蛮怀疑你的你会算 他会算 那麽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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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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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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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